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出 当选斯洛伐克新总统 斯洛伐克30日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 31日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 恰普托娃的票率为58.40% 另一名候选人 现任无盟委员会副主席马罗斯谢夫乔维基得票率41.59% 国家选举委员会随后认计票结果 并宣布恰普托娃胜选 45岁的恰普托娃是一名律师 奋对民粹主义 2017年底 恰普托娃加入新政党进步斯洛伐克运动 该党的斯洛伐克议会没有席位 恰普托娃2018年1月 当选进步斯洛伐克运动副主席 并于同年3月宣布参选总统 今年3月16日 斯洛伐克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共13名候选人参选 由于无人在首轮投票中 获得超过50%的有效选票 排名将两位的候选人恰普托娃和谢夫乔维奇 进入第二轮角逐 恰普托娃在首轮投票后 宣布辞职进步斯洛伐克运动副主席职务 斯洛伐克宣布规定 总统是国家元首 近期五年 最多连任两届 由全民投票直接选举产生 恰普托娃将于6月15日就职 成为斯洛伐克首位女总统 吧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